新建的一個原有還有我們景領域的情況說明 那警報部分分做四個部分 首先是基地診介 那本基地是配合新北市政府整鎮56-3的重大值的目標 那這個基地也是該修為一個公辦示範廠吧 那藉由那個具體的行動來引導業者參與 然後導入自動化設置 可以分類到持有類以上的0.1.28的支援回收戶 作為支援循環永續教育基地 那我們這個基地它的辦理模是分做三個 第一個是工程標 它就是新建廠房的部分 它這個是由環保局這邊找建築師跟營造廠商去做新建 然後在機械標它是同胞採購 就是說它在廠房內的分選設備 它另外有一個標案是針對社會的分選機器 然後就是在這個廠房跟設備都新建完成之後 它最後會有一個代操作移民 但是它的代操作移民是跟變賣結合 就是說環保局它會付給代操作廠房錢 它等於是用跟變賣結合就是我只有供電這個直收入 但是廠商它要給我這個變賣價金 所以這也是在代操作的部分 就是廠商要透過分選一些 只收入它負債它的市場本 土地乳運然後設備維護等等相關的成分 那這邊是建設機費以及執行集成 那其實部分大家可以參考 那經費的部分我們當初在廠房跟這個設備的部分 總共是兩億元 那其中環保署它補助大約五千多萬 那剩下的經費是有新北式的飛行基因做指引 那在營運表的部分 我們後續是以不分種類 待一在這美容金0.5億元去更換保局做成買 那它會隨著物價波動 就是美半檸檬去做調整一次 那這彩虹廠房我們該要的部分 目前所在的區域是在這個三樓的這個行政辦公區域 那我們終於有一個跳過的作業場區 就是我們剛剛在線上看到的位置 那我們在中間都有設計的參觀的廊道 然後我們在整個屋頂來整個廠房 包括我們那些綠建築項目 包含太陽能與雨水回收 還有屋頂綠化等等 然後另外是我們在屋頂又設置一個屋頂觀景平台 因為我們剛好這個基地是位在五股下律頂的這個高點 所以它當初又設置五點平台 可以去看五股下律頂的一個改造過程 然後如果以上進度來看 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的設備的配置 這邊就是直收入的暫存區 因為基本上新捷隊進場中 都在晚上進貨 所以這邊這個區域 我們基本上到下班前五這邊都會清空 然後晚上新捷隊選線手的直收入 可以在這邊下貨 那我們在分選作業 主要是白天在這個綠色 來這個橘色區域去做分選作業 綠色就是剛剛講的 剛剛看到那個初分選平台 就是我們的分選人員在上面 他做一些破帶 塑膠帶裡面的直收入破帶 第二個把比較大件的直收入跳起來 像是比較大的塑膠欄 紙箱 或者是五金等等跳起來 然後剩下的直收入就會跳過後面的 這個光分選機 磁選機等等 他接手必去做這個細分選 那本案的代曹很常是大陸環保 那它環保在代替新交易生產 企業服務 線上回收平台 還有直收占區 以及光浪工廠等 均有相關的服務 並且具有執行政府 直收分選15年以上的經驗 那再來是第一特色的部分 那本場是新北市第一座 室內大型支援細分選廠法 那清潔隊進場的直收入 經過一些警辦人的初步整理 搭配這個人工分選 還有一些設備 它可以快速分選直收入 來提高分選的速度 那我們的流程就是說 在這個區域 它是直收入單純區 通過對高機 進到我們這場盡量的輸送機 它會拉到大概7米高的高度 然後我們這個平台 都是設置在大概差不多5米高的高度 那下面都有各應的儲存空間 那這樣的設置方式 是因為我們這個場地面積比較小 我們在室內的分選空間 大概不到400片 那在這樣的一個小情況下 我們透過價高 來增加它的這個空間的品效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初分選平台 就是分一些把新腳帶破代 把電腦撿起來 那後面有兩台光分選機 那第一台光分選機 它設定就是 把指向關的承受物都分選出來 分選出來 分選出來它就會到後面 這條這個輸送機 那我們再透過機械手的力去 分電處指跟磁容器 把指磁容器分出來 那指磁容器分出來 就會存在這個平台下方 那剩下的指令 往這邊流 就會接著 連著這條黑色的輸送機 往這邊流 那指令就會存在這個位置 那就可以把指跟指磁容器做分離 那在第二台光分選機 它是設定分數叫容器 那分出來的指磁容器 也會照這條輸送機這樣流過來 然後接下來它就可以直接 順著流 流到我們這平台槍面的出格 那其餘的指磁容器 我們繼續往這邊 這邊有台磁選機 它吸引鐵罐 接下來剩下的 就是以餘罐為主的指磁容器 我們就是透過冷供 去把最後餘罐挑選 然後還有辦法 就是前面可能 沒有分選到的部分 所以後面的人員 它會去把官把 沒有分選到指磁容器 也挑選出來 那這邊就是光分選機 它們的分選原理 其實是透過這個 近黃外線的方式去辨識 那因為它透過近黃外線 每個指磁容器 它都有特定的波長 它們是紫質容器 塑膠容器 甚至它可以辨識 塑膠容器 那我建議如果我要分選的是 寶測品的話 它在電視網上 它會偵測它到這個位置之後 噴氣法則會打開 把寶測品噴出 就會落到這條出動機 那其餘的指磁容器 那其餘的指磁容器 就會自然落下 然後用這樣二分法的方式 可以快速大量的 分選我們的這個指磁容器 那光分選器 它所搭載的這個出動機 是規格比較不一樣 它是屬於高速出動機 它每秒大概是3.5到4.5公尺的速度 所以它可以大量快速的去做分選電池 它一般我們人工分選的出動機 它的速度大概是每分鐘20公尺 20到30公尺 所以它速度差大概9倍左右 所以它基本上 我們是不是先透過機器 先大量快速的去分選 人工再去做後面的細部的教學 或者大家可以直接手臂做一個細部的教學 那我們在廠場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五項一的一些元素 像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進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在每個廠場 我們外面都有看到這個特殊的一個LOGO 五股的LOGO 它是屬於五股現在可以轉出的LOGO 那我們在天空的部分 在屋頂五分這個 這個換氣窗這邊 那我們就融入這個五股轉出的LOGO 就是這個三角形 所以在往來的旅客 因為我們剛好幾滴位在松山機場的 西江的旁刀上面 所以它往來旅客從天空就可以看到這個 比較特殊的LOGO 尤其在晚上我們開燈 有這個夜景照明的時候 然後為了重視環境教育 我們在廠內也有建置環廠的參觀 藍道 參觀人員也除了可以送到 用海報的介紹 我們要了解市售物的處理 其在應用流程外 並且我們可以進行距離 觀望網理市售物 分選作業還有設備運轉的情況 而且我們當時 場內也有設置很多 市售物製成的產品 還有創設的藝術 可以更加了解 資源循環運作的實物現況 再來是科技創新 那其實因為全球 內容的少子的話 我們在飛行領域 將過段產業 其實我們的人力進口 是更嚴重的 所以我們有導入這個 直接手幣 那這個手幣是我們公司跟 這個福智港集團 FH合作開發的 AI智能回收機器人 也是目前 台灣第一台國常發的一個 機器設備 那它在這個組合的模件 大概分做三個 一個是AI演唱辨識模組 它其實 它是屬於在動態的送送機 去做一個即時辨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過 像那個有時候 Safe 外面 電商裡面有一種回收機 它比如說收好特品 但是它維持著頭一個 而且它是慢慢辨識慢慢回收 但是它這樣的效率會比較慢 但是它準確度是很高 沒錯 但是我們的部分 我們為了要 我們每天的回收的處理量 所以它是在即時的 這個動態的這個 出送機上面辨識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每一個方框 每一個顏色 代表吹哮之中 像是綠色的這個 它就是表示PET的品質 橘色的表示是PP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黃色還是什麼顏色 它是屬於非塑膠類的 所以它幾乎 它可以辨識到品牌 或者是 我 比如說像有一些回收物 它塑膠的東西 它可能要分的品項比較多 它不是只有分材質 它要更用的 比如說我們用那個 二號牛奶瓶 二號塑膠 HDP材質 一般我們要交到處理廠前 它 它還要分成 第一個 牛奶瓶 柔弱乳瓶 吸力抗瓶 還有清潔機瓶 那如果以傳統的 這個自動分解的社會 它只能分材質 它沒辦法分用途 但是AI化 就可以辨識出這些差異 它通過外觀 顏色或者是大小 等等這些特徵 它可以去確認它 然後辦法去辨識這些東西 這樣就可以做到吸氛 所以有些傳統的塑膠容器 噴泉廠 它有自動化設備之後 後面為什麼還有很多人 因為設備沒辦法去依照用度去吸氛 它需要通過冷凍 再去做吸氛之後 它才可以送到處理廠 那在即時辨識的直收錄之後 就可以下達指定給機械手臂 那這是在我們產線派 就跟我們剛剛看的一樣 我們是設定它 挑選直動器 往右手邊這邊丟 尤其是往左邊丟 甚至是屬於非質容器 它會往左邊丟 那其餘的部分 最好是椅子類為主 就會留到我們下面的儲存空間 那其實AI它不是單純 只有我們可以做挑選 它還可以做一個數據的分析紀錄 那它其實在變色的同時 我們可以即時把這些數據記錄下來 我們可以透過手機平板或電腦 在原端立定 我們就可以了解我們產線上目前的情況 甚至是我們可以去驗證 甚至我前方的自動化分析 設備效率 是不是有達到我的要求 比如說我原本設定它 要達到90%以上 但它如果今天降到80% 或85% 那是不是可能 這個分析把水 會有一閃 或者是設定有跑掉 我們就可以去 及時的去做校正 要減少 我在語音上面 有一種視率 那最後再做一流程 因為我們是跟清潔隊配合 所以是以清潔隊沿接受孕 這些還沒有分券的直收物為主 所以我們進場的直收物 清潔隊在車上 會有一些部分 它需要先做分類 那它進場的時候 會先經過地方幫忙 那以前分類的部分 它有相當對應的除隔除鴻 那主要是以紙類 就是以紙箱為主 這比較大件的 第二個是 那個 造影光源 還有玻璃品 因為這是屬於易碎品 那它碎掉 破掉之後可能也沒辦法回收 然後再來是危險品 像是電池這種東西 它在自收裡面 會有引發火災的風險 這種危險品 它先寫住 在車上先分出來 那其餘的物品 它就可以用起到的 防止下貨造流站出去 那接下來就會透過 然後接下來清潔隊可以幫重出廠 那接下來就會透過我們設備 還有人員去做出分卷 還有吸分卷的作業 那我們的營運模式 跟這個環保配合 是我們是以沿街收運的直收物為主 所以我們進場的直收物 幾乎全部都是需要做分類的 那在新北市特有這個黃金裡 還有這個社區 這些已經分類好之後 是不一定到達成運的 那我們收受的區 對目前是以臨近的山闖融洲 五谷為主 那我們在正式運轉後 我們所有分類的品項 是不分品項單一價值 每公斤0.5億元 去跟紅包組做成脈 那預計每年可以減少 大概較為傳統的公分權房間 可以每年減少 273噸的碳排放量 那以上是今天解報的說明 不知道各位在看完現場 還有解報說明之後 還有什麼我們剛剛沒有講清楚 或者是想要提問的部分